三星NOTO20 当初上市的时候可是一万多大量的机器 今天也是花了一个2200块的这么一个价格 淘到了一台屏幕没有瑕疵的机器 手机的话前置一个非常小的这么一个居中的挖孔 摄像头对比NOTO10家的话是小了很多 所以说它的正面颜值也就更加的漂亮的 手机的话是采用双曲面的这么一块屏幕 2K的分辨率颜值的话 翻翻真正的外观 三五七七十足 这台机器的话 它呈设只有一个八星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一点氧化的这么一个痕迹的后盖的话 这里是捏了一条 然后前置摄像头这里进灰的 最主要是屏幕 因为三星的屏幕最贵 大家应该都知道屏幕没事就好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 手机的话是一台12加128G的内存 然后可以支持内存卡去扩展 最大支持1TB的内存卡 手机的话 NOTO20 Ultra 5G版 美版的机器 NOTO20 Ultra的话 跟其他的三星机器不一样 它是全系都搭载了一个高通骁龙865的5G芯片 以前的三星的话 如果你买韩版的或者欧版的话 它采用了自家猎后做的处理器 但是在NOTO20 Ultra这里 你可以闭着眼睛去买 因为它都是高通骁龙865的处理器 和120Hz的话是不能同时去开启的 因为这是一个6.9英寸的屏幕 所以说我使用的话 我都是把屏幕分辨率给它调到最高 这样的话 屏幕显示清晰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反正60Hz的话也不是太慢 这个显示效果 我个人觉得10802 2K加60Hz 才是最明智的这么一个选择 机器的话 后置模组大家有没有看到非常夸张 凹出来有多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苹果这些机器 凹出来简直就是太高了 支持最大一项素的阻塞 拍摄效果这方面的话 我个人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拍摄 大家看一下 就即便现在跟旗舰机对比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NOTO系列 这是最后一台机器的 后面就没有什么NOTO21 Ultra的机器了 2000多的价位 大家觉得这样的机器还值得买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